今年雙春兼月月 不少情侶都打算拉起天窗結婚 婚紗就容易選了 群伴又怎樣選呢? 張太 每個人都這麼漂亮 究竟要怎樣選呢? 首先要看看你自己喜歡什麼 比如說你喜歡紅一點 還是喜歡密善一點 其實價錢上面 它應該怎樣分呢? 有沒有說哪一類是最貴 或者哪一類是比較便宜一點呢? 其實很簡單 手工越多 價錢就越貴 所以最便宜的那種就是豬片垮 然後就一路排上去 小五幅、中五幅、大五幅 垮後、垮王 張太 其實群垮上面 會不會有什麼潮流? 有沒有說哪一年輕什麼? 其實群垮沒有特別說哪一年輕什麼 只不過都頗受明星影響 譬如說楊千華那年 他穿了一套彩底垮王出來 那年很多人都來找垮王 然後到楊兒結婚的時候 穿垮後 那些人又來找垮後 陳凱琳結婚的時候 他媽媽給了一套絲圈垮王給他 然後因為帶了一點粉紅色的感覺 所以那段時間 有很多人來找那套垮 張太 其實過來試垮 會不會有什麼位置要特別注意? 或者會不會又要穿什麼衣服過來試? 如果你真的要來試垮 最重要是穿件衣服貼身一點 最好是短袖 因為這個袖比較短 如果你穿長袖就突出來試 也要拔 另外千萬不要有靚 如果有靚就會在這個位置試不真那個靚位 聽人們說 試垮不可以試一套 為什麼? 垮其實可以整套試 不過分開來試 譬如你要試上身衣服 只穿上身 下身只穿上身 有些人跳回 如果座位比較大 他都要試裙子 試裙子 就試裙子 衣服就不穿上身 就是因為這些是傳統的禁忌 垮是一生人穿一次的 張太太 這套垮穿上身真的完全不同 金光閃閃得來還有些重新 這一套就是 彩底 金龍 金鋒 龍柱 龍鳳邊 垮王 密度 其實有99% 鋪滿了金銀線 所以你其實很少見到有紅色 這一套 因為它還落了彩色線 所以我們叫它彩底垮王 差不多一定是要做龍柱 所以你見到外面的垮王 其實都一定是有對龍 垮王 底部有一個圖案 好像一把線 其實是一個背殼的圖案 也是叫它鑽石韻 有些人說它又像一顆鑽石 基本上它身上的龍縫 全部都是搭體的 凸出來的 這一對凸出來的 其實是某單花 只是在垮王獨有才會凸出來 這一對就叫子孫帶 一般傳統來說 穿到這些高級的垮 一般都會放兩條子孫帶 為什麼呢 因為二頭好 子孫帶 其實有一個意思 就是帶些子孫來 一穿這套垮王 為它們開枝散葉 那子孫帶 需要加錢嗎 不需要加錢 那是否只是垮王 才放子孫帶 也不一定 那要視乎客人 他有沒有這個需要 有些客人覺得 我想整對子孫帶 二頭好一點 那我們就會幫它加上去 二十七 另外呢 就加多一隻縫 兩隻縫 這套叫垮喉 它的密度就是排第二的 就是垮王之後就到它了 大概有八成到九成的密度 其實我們一般說密度 就是說那些金銀線的多少 密度越高的話 那就是你看到的紅色就越少 你身上這一套垮喉 它是花柱 怎麼分花柱呢 其實大家看拉鏈那個位 拉鏈那裡一個圈一個圈 那些其實是某單花來的 這一套垮喉 另外一個 留意的就是那隻縫 它是金色的那隻縫 金縫其實就是整隻縫的形態 它全部都落了金色的線繫 那有些叫彩縫 那隻縫就是綠色的了 無論在哪一套垮上面 都很多龍一般都是金色的 這些是某單花 所以我們叫某單花腳 所以我們這一套叫金龍 金縫 花柱 水波腳垮喉 現在這套裙上面 有一些叫長雲 除了長雲之外 就有一些某單花 以前因為沒有垮喉這個類別 它是由大五幅那裡發展出來 所以它都保留了少少少 側面是比中間這一幅紅少少 另外留意一下 就是它側面這裡 其實它只是繡了一隻縫 它不會繡多隻龍 龍縫通常都放在中間那一幅 和後面正中那一幅 這一套就是大五幅 這一套衣服落了金魚做花腳 那些彩色的叫水片 也有蓮花 這一套就是中五幅 你看到它的金銀紅 這三色比較平均 所以如果一般客人 如果說不知道應該選哪種 其實由中五幅開始試 其實最穩陣 石榴代表多子 如果想百子千孫的那些 就選石榴花來穿 這一套就是小五幅 金龍彩鳳鴻鴦水波 這一套特別一點 都是花柱 但是它是蓮花的花柱 它叫小五幅 其實它的金銀線的比例 大概是三十至四十個% 是用了金銀線 其他都是紅色的 這些彩色的 我們叫水片 即是代表水 所以鴛鴦就在水上游 為什麼是蓮花呢 因為蓮花才在水上生長 小五幅最容易看的就是 你看看大腿位 一般沒有什麼刺繡 其實我這一套已經改良了 已經加了一些花 剛才鴨王也很漂亮 這套小五幅穿上去也很漂亮 我怎麼選好啊 不同的密度 穿在不同的人身上 都有不同的感覺 但是一般來說 如果穿得紅一點 感覺年輕一點 想穿得富貴一點 那就選擇密線一點 這一套就是小五幅類的孔雀鴨 是沒有龍鳳的 只有孔雀在上面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些客人如果有宗教信仰 可能他不會穿有龍鳳的鴨 就會選擇這一類的鴨 這一套就是豬片再加金銀線 混合在一起 它有一個特別的名字 叫做豬聯碧盒 這一套就是豬片鴨 都是全人手去釘製的 相對其他的線鴨 其實它是比較重的 物料重 所以很少說會釘到密碎 一套鴨其實是由十幅料平合而成的 是零一幅 然後前面左右各一幅 然後兩個袖 這樣就五幅 然後背一幅 然後裙子一共有四幅 所以加起來有十 所以可以叫十全十尾 一隻 兩隻 三隻 四隻 五隻 所以一幅料裏面有五隻幅 所以我們就叫五複鴨 另外上面那件衣服究竟是什麽花 這個裙腳都要同一個花 否則有機會是兩套不同的衣服夾在一起 如果中間這裏是花柱 一個裙子旁邊這裏 這兩條柱都會是花柱 聽說人們說平腳是比較容易頭 為什麽? 傳統來說平腳代表四平八運 齊齊整整 現在的水波腳其實都很容易頭 水波腳現在叫做蓮花腳 蓮生桂子 而且穿了之後看上去活潑少少 扮婚禮那一天 我早上出門穿了一次 但下午我又想穿一套裙子拍照 其實這樣行不行? 我覺得應該是沒問題的 因為你其實還在扮理同一位先生的婚禮 張太太我媽媽很貪美 她說她都想穿裙子 我行不行? 行 其實傳統來說媽媽都可以穿花旺 你婆婆媽媽 男家的婆婆媽媽都可以穿的 真的嗎? 以前的年代比較有錢的家庭 可能全部人都穿花旺 那怎麽看誰是新娘子 透過樣子 如果真的弄髒了又怎麽辦? 如果你真的弄髒了 千萬什麽都不要做 回來告訴我 我們用我們的專業方法做好它 如果你真的弄髒了一塊很明顯的痕跡 那不好意思 我們真的要收你清潔費 張太太其實那些套裙子 租好還是買好呢? 一心帶心細 不知怎麽選好 那要看你的經濟能力 但一般來說 香港人都是租的多 因為你穿完之後 不知怎麽處理的話 租就方便又簡單 還有價錢都會便宜些 你如果便宜的話 幾百元就可以租到一套 貴的話當然 幾千元才租到 甚至如果你買的話 幾萬元才買到一套